下面第六个问题 就是负债鸿法 若无利偿还 股报如何 还是要还债 不能不还 这个事情实在是假的 你用不着问我 我们佛门里面 有一句谚语说 施主一立米 大如虚米山 精神不了道 皮毛带就还 这不就答复你了吗 出家修行 弘法立身 自己没有成就 还是要还债 到什么时候不要还债呢 你修行正果了 不要还债 你往生了 不要还债 为什么呢 那个他得的福就很大了 他供养你 让你有成就 你没有成就 那你将来要负债 这个一定要知道 那么在一般 这个大庭教里面 我们知道到什么时候 可以不要还债 华严经里面所说的 粗性位的菩萨 也算是正果了 在小陈教里面呢 正虚脱还苦 正粗苦 那是圣人 华严经里面 是性位 粗性位的菩萨 他断烦恼的功夫 跟徐托华相同 都是断八十八平教 决定不堕三国道 虽然他还没有 离开六道 但是他只是天上人间 七四往返 决定正阿罗汉国 如果身在没有佛出世的呢 他就成为独九 独九是圆决的一种 就是说他决定成就 决定超越六道轮回 这个是供养他 那是真实功德 这个不要还债 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地位 这不行啊 这个代表是明不了的 非还不可啊 所以不能不小心 不能不谨慎 无论是出家再家 真正修行人 真正修行人了解这个死是真相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习惯一种清苦的生活 我们负债少啊 像佛陀当年在世 实现的三一一步 日中一时 树下一休 把我们的生活水平降到最低的 我负债最少 还起来很容易 一点也不吃力 如果贪图享受 那个麻烦就大了 你现在在这个世间 拥有的越多 那你将来还的要多 那现在您的外国 他们从这个催眠书里都了解 杀人决定要还命债 欠债一定要还钱 而且来生还的时候 大概还要加倍 还有利息吗 要加上去吗 所以诸位懂得这个道理了 人家要骗我们的时候 或者是抢劫 或者是偷盗 你会一笑了之 很欢喜 为什么呢 他将来还你的 是你的财 丢不掉 怎么丢也丢不掉 不是你的财的时候 你得不到 那么我们患得患失的念头 就没有了 人要把患失患得的念头 放下了 烦恼就少了一大半 烦恼少了 智慧就成长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